臺北縣雙河地區向來是藍營的大票倉 民進黨新北市長提名人蔡英文 為了要讓這沙漠變成綠洲 這個星期已經在中和舉辦了兩場 座談會 蔡英文說 之前喊出中和藥小書 結果被支持者罵 所以一定要改口中和一定贏 而他目前正在永和找房子 決定要直接入住雙和 又踏進中和 蔡英文動算聲喊的有夠賣力 這已經是這個星期 第二次來中和顧票 想讓沙漠變綠洲 蔡英文真的拚了 我們民進黨在這裡是 我們的沙漠地區 現在我們的張瑞珊議員在說 如果沒有贏也沒關係 只要小書就好 這電視就幫我播出來說 我們一定要贏 不過小書也可以 這個電視就把它播出來 很久沒看我來抗議說 一定要贏 你怎麼可以說小書 阿倫是有得來的 所以今天電視機在我們重新 再講一遍 我們一定要贏對不對 對 就讓鐵板一塊的中和翻盤 蔡英文和鄉親拍照 半天前 還任憑小男孩 在身上踩啊踩 最快的方法 更打算直接搬來住 那我在永和找房子已經很久了 大家也都知道 我在永和找房子 到新的旁邊找到 不入虎穴 淹得虎子 蔡英文決定搬進永和 變成市民鄰居 響迎新北市要從雙和開始 民視新聞 吳安琦 蔡文人 台北報導